好 我们现在来讲三重积分 三重积分就是triple integrals 我们看一下它的来源 首先看一下它的来源是什么 例如说我们一个具体的例子是 它的质量 一个三维立体的质量 solid object 假如它的density 每个地方的每一个点 它的density都不一样 它的密度是不一样 假如说它的density是fxyz 它的区域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它的density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很小的一小块 每个地方都分成很美 把它切成很小的一块 那么在每一小块上 我们可以认为它的density是不变的 例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任何找一点 任意找一点 作为它的 是这一点的density 代表了整个 整个这个小区域上的立体 它的每个点的density 因为我们把这个每一个小块 画的够小的话 它的density变化是不大的 所以在这一小块上 我们可以去算它的math 它的math 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点上 例如说这一点 我们叫做xi心 yi心 和zi心 那么再乘上 这一小块的体积 那么每一小块都是可以这样子 那么所以它所有的质量 相当于是每一小块 加起来 而这每一小块又是 我们的 这个 每一小块上它的质量 它的它的密度 乘上它的t积 我们知道math就是质量 就是密度乘体积嘛 然后我们把这个区域分的够小的时候 这dvi dvi 趋近0 或者是dv 当每一小块都趋近0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dv 所以是写成 所有dvi 里面最大的那一块 当最大的那一块都趋近0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m 就等于我们 这就得到了一个 就得到了一个精确值 最大的那一块都趋近0了 最大的那一块都趋近0 那么我们得到的这样的 所有的这些小块块都加起来的质量 那么得到的就是我们 这个质量的精确值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limit 一个limit 还要加上一个submission 那我们把 limit加上submission 这种 这种形式的东西 我们用一个符号来表示 就是我们的triple integral 它就是等于limit 它就是等于limit delta v去近0 i从1到n f x i 心 y i 心 z i 心 再乘上 dlta v dlta v i 我们把它的定义 这个triple integral 它的定义就是 我们这个summission 和然后先求summission 然后再求limit 这种形式的 就寄走triple integral 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子 它的定义就是limit 一个summission 那怎么样去计算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计算的方法是这样子 跟我们以前二重积分一样 如果我们把这个区域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的region 这是我们的v 这是我们的v 那么我们假如说 它的第一种形形 如果它v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是z 这是z等于我们grxy 和z等于g1xy 我们看它上下曲面 然后是下面是我们的d 它的投影区域 它的投影区域是d 那如果说它是等于xyz 整个区域 整个区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xy的投影是d 在d 而z的上线是g2xy 下线是g1xy 那我们这个triple integral fxyz 就可以写成这是二重积分 然后g1xy 然后g1xy到g2xy 然后是fxyz dz 我们先积分z 然后在这个区域上做二重积分 我们分解出一个一重积分 然后一个二重积分 这是我们最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形 我们给出的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我们也可能会是这种情形 v等于xyz 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曲面 我们也可以投影到 也可以投影到这个 yz xz平面 这是y等于g2 xz 和y等于g1xz 它们投影的区域是d 也就是说 xz属于d 然后y是g2xz g1xz 到g1xz 它的下限上限 那么它的triple integral fxyz dv 就是在区域上是x和z的积分 然后y是g1xz到g2xz 然后是fxyz 然后dy d a 那么至于这二重积分 我们先积分x还是先积分z 这个我们取决 这就取决我们想怎样计算 那这一部分 就是跟我们以前的二重积分 是一样的 那实际上我们 当然也可以 是第三种情况 先积分x 那要积分 不管先积分谁 我们就要看它的上下限 上下限的做法 就是我们 像我们先积分z的话 先积分z的话 我们就通过画一个平行z的这个箭头 穿过这里面我们的这个区域 那我们能看z的前方的区 这个靠近箭头前方的这个曲面 就是它的上限 箭头后方的这个曲面就是它的下限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x和y 要怎么样去确定 我们可以 那么这个d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用 可以用我们 怎么说呢 用我们二重积分的方法来计算 去确定它的上下限 我们给把它投影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 那我们可以把d的这个上下限 我们再来确定一下 那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具体的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 那这里我就不再写了 这是xyz 这是yz属于d的情况 然后x 是g2 yz 到这是g1 yz 这种积分 在这个具体 我们就不再写了 那么具体的计算 我们是把xyz的上下限 我们一次找出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 一次找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立体 evaluate 这个三重积分 xdv 这是v or v is enclosed 这四个曲面 x等于0 y等于0 y等于0 z等于0 z等于0 and x加上 y 加上 z等于1 所围成 is enclosed by 这四个曲面 那么我们对任何的二重积分 三重积分 我们都是先画图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这个结局是平面 这肯定是个平面 x等于0 就是yz平面 而 y等于0 z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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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等于1 那么 在x座标上的解句是1 在x座标上的解句是1 我们可以画大一点 这是1 z上的也是1 在y上是1 2 8分之1 好 所以它的形成的围成的部分是这样子一个部分 然后这里面 这三个座标面再加上这个平面所围成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确定 这个v 首先我们把v写出来 这是xyz 我们先积分z 当然你可以先积分xy 先积分z 我们说是 平行z轴 平行z轴 所以我们画一个 画一个这个箭头 我们看一下箭头的前方和后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箭头的前方 很显然是这个平面 是这个平面 是这个平面 所以z的上限就是这个平面 x加2y加z等于1 所以解出来就是z等于什么呢 z等于1-x-2y 它的下限肯定是0 下限是0 下限是0 是xy平面 那么我们z给出来了 x和y的上下限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看 实际上就在这个 它用我们说的 要把这个区域投影到xy平面上来 那投影的xy平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相当于是 我们如果把它投影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 这是1 这是1 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这是1 这是1 那么投影下来也就是z等于0 也就是x加2y等于1 所以我们可以先 确定y的上下限 这个是x加上2y等于1 所以y的上限 我们可以像二重积分一样 我们确定y的上下限 下限是它的下方曲线 下方曲线 下方曲线是y等于0 上方曲线是x加2y等于1 也就是y等于1 1-1 1-x 然后x的上下限 我们看x的 在这个区域上 x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那么x的最大值是1 最小值是0 所以我们等于是 具体的做的时候 我们是把这个三个的上下限 一次写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来的话 vxdv 就变成x的上下限 是0到1 y是0到1 1-1 1-x z的上下限 是0到1-x-2y 然后xdv 然后xdz dz是最先积分的 然后dy 然后dx 因为这没有z 所以直接积分出来 就是x乘上z z是从0到1-x-2y 然后dydx 0到1 xz 然后我们把z等于 z的上下限 带进去 就是x-x平方-2xy 然后y y的上下限 0到1-1 1-x 然后dydx 然后我们再积分y 那么就是xy-x平方y 在-2x 在-xy平方 xy平方 然后再把y等于0到1-1 1-x 我们带进去 当y等于0的时候 全部都是0 那么等于1分之1,1-1,1分之1,这两个其实可以合并一下,x-上x平方,1-x,然后再减去,x,1分之1,这是y平方, 所以是1分之1,x,这是1-x的平方,在dx 好,那我们把它展开,0到1,1分之1,x-x平方, x-x平方,再减x平方加上x立方,再减上1分之1,x,1-x平方, 1-x平方是1-2x加上x平方,dx是2分之1x减去,x平方再加上2分之1x立方,再减4分之1x, 再减4分之1x再加上2分之1x平方,再减4分之1x立方,然后dx, 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到每一项2分之1-1-2分之1,所以可以提一个4分之1出来,0到1, 4分之1,4分之1x减上2x平方,再减3分之2x立方,再加4分之1x的四次方,带0,1进去, 这是4分之1,带0进去都是0,带4带1进去,那么就是2分之1减3分之2加4分之1, 嗯,12分之6,12分之8,12分之3,12分之9,所以等于48分之1, 这是我们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我们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把他们的上下线一次性地写出来, 让我们再看一个立体,我们evaluate,这是v,zdv,其中v是由v是哪些,我们先是v, v, is the wedge, 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 octane, 是被这些是一个球体被哪些切开的呢 我一平方加上这个 最平方小于等于1 不是球体是柱体 by the plane 那这个柱体被两个平面 y 等于 x 和 x 等于 0 那我们要画一下图 这个图可能 不是很好画 这是 y 平方加 z 平方小于等于1 y 平方加 z 平方等于0 等于1是这样的一个柱体 是这样的一个柱体 那么它被 y 等于 x 切开 y 等于 x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的一个平面 所以它切开了以后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看了切开了以后 是那么被这个切开了 然后是 x 等于 0 是 y 平面 所以是这一块 所以它切开了的 所以它切开了的 这个是 y 等于 x 然后这一部分是 x 等于 0 这一部分是 x 等于 0 这一部分是 y 等于 x 好 那么切开了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其他的地方可以擦掉 我们可以看 它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结果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上下线 我们的 upper limit 或 lower limit 我们可以先确定 我们可以先确定 这个 先积分 z 还是先积分 z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穿过 穿过这个区域 我们来个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这 z 的上下线 我们先积分 z 那么 z 的下线 很明显是等于 0 因为这是 first 所以 z 肯定是大于 0 因为我们 本身这个 本身这个圆柱面 它会在八个挂线里面都有 z 大于 0 那么上线肯定是这个曲面 这个曲面 就是我们的 y 平方加 z 平方小一等于 1 这个曲面是 y 平方加 z 平方等于 1 所以上线是 根号下1 出乏 0 就是根号下 1% 那么 y 的上下线是什么呢 ği 的上下线我们投影下去 把这个 Z 平方加上 z 平方 等于1 我们投影到xy平面上去 那么投影到xy平面上去 那我们要确定这个是跟 我们在xy平面上 因为这条线 相当于是我们投影到 投影上去 这个变成什么 变成投影到xy平面上去 就变成了y等于1了 y等于正负1 但是在第一个octent 所以y的上线 我们投影下去是 整个这个区域投影下去以后 这个区域投影下去以后 我们看一下 y等于x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而y平方加z平方小于等于 y平方加z平方等于1 投影到yx平面上去 就是y本身是这两条线 那么也就是说 y平方要等于1 y平方等于1 那么在第一个octent 或者是在第一个octent里面 肯定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另外z等于就是第一个下线 第一个quadient 第一个quadient y不能等于-1 所以投影下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这是y等于1 然后它的下线 它的下线是谁呢 我们穿过区域 我们知道下线是这一个曲线 所以y的下线就是x 这个是y等于x 然后这个是y等于1 所以上线是1 而x的下线 那么我们知道 y等于1和y等于x y等于1和y等于x 这个交点就是11 所以x是从0到1 这一点是1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zdv 我们把三个上下线全部出来了 x从0到1 y从x到1 z是从0到根号下 1减少y平方 然后z dz dy dx 那么我们把z积分出来是1 z的平方 0到根号下 1减少y平方 然后 dy dx 那么把z的上下线 up limit和lower limit带进去 就是2分之1 1减少y平方 就是2分之1 dx再积分y 那么是2分之1 y再减少6分之1 y的地方 再把y的上下线 x到1 带进去 x带1进去 那就是2分之1 减6分之1 2分之1减6分之1 就是3分之1 6分之2 再减去x带x进去 就是2分之1 x减6分之1 x的地方 然后再加上dx 所以是3分之1 x再减去4分之1 x的平方 再加上 24分之1 x的4次法 01带进去 嗯 好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 就等于3分之1 减4分之1 加上24分之1 3分之1 减4分之1 12分之1 减12分之4 减12分之3 12分之1 12分之1 加上24分之1 24分之3 所以是等于8分之1 这是我们三重积分的计算 在直角坐标系下计算 当然我们这里所碰到的都是 上下线 线线 我们都是先积分z 当然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先积分y 也可以先积分x 你可以先积分任何一个 你可以试一试 用其他的顺序来算 算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 这是我们三重积分 triple integrals 那我们最后提示一下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算这个volume 我们这一点 我们作为提示 我们volume 它就是dV 它就是直接算 直接算1的积分 1的积分就是 就是它的体积 我们知道二重积分 1的积分就是它的面积 就是积分区域的面积 那么对三重积分来说 1的积分就是 积分区 积分区域的体积 当然 直接说1元函数里面的定积分 1的积分就是我们的 那个积分区域的长度 这里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那我这个部分 我就不再另外举例了 我们知道 计算它的上下线 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它的上下线 然后直接积分就可以了 出发了 取发了